那間《Probe 》街香港電台, 搞《陷隱世紀粵曲》選舉, 明明說在中華民國102年11月11日 , 折止公眾投票, 結果足足花了82個工作天, 在中華民國103年3月9日 , 才有結果公布, 正如阿爺先前都屌冷過, 香港電台那群粉搶舉的三十首粵曲, 根本未夠代表整個世紀。 所以在先天低的情況下, 選眾都未必能夠有資格代表整個世紀。 先前已經被阿爺插爆, 說李寶仍有什麼事佔了六分之一, 所以公眾只給他一支曲入圍。 不過最主要是, 那些陰陽怪戲人妖佔了幾乎成本, 不能怪得那群人妖佔了幾乎成本, 不能怪得那群人妖佔了幾乎成本。 另外,由那群大陸Nave 組成所謂專業、 拼選, 還要搞什麼? 三十九候選名單沒有記者、 警察、警察、警察、 同事天涯淪落人一樣當選。 仁妖佔了幾乎成本, 仁妖佔了幾乎成本。 老實說,仁妖佔在二十世紀的確是很狠紅, 不過有沒有居使可以霸了半邊天下? 魯馬、白玉堂、珍三多、 陳飛龍、謝省龍、 譚玉蘭、肥蘭、李耳黏、 陳嚥龍、楚酒雲、羅麗鵌、關影連。 王爺都數不夠了數多老觀戚指令人, 王爺都數不夠了數十支曲救資格代表了整個世紀。 老友記,你們說呢?